在正式开始这期教程之前 我希望可以向大家解释清楚以下几点 首先,本教程不需要你有一台电脑 虽然我演示用的是电脑上的Photoshop 但使用Lightroom或者手机上的Mix Lightroom手机版或者iOS13自带的相册APP 也可以将照片调出类似风格 其次,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 我所说的冬日通透质感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表达 我对照片进行的调色只能说是我自己觉得好看合适的方案 所以,欢迎大家在弹幕或者评论中多多提出批评建议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照片 是我前几天进行一个拍摄任务时 在转移拍摄场地的间隙随手下拍的几张照片 没有进行仔细的构图和测光 今天我会从里面挑出几张 和大家谈谈我的后期调色思路和步骤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第一张图的圆图 这张图的话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它的暗部是欠爆的 因为当时是中午 然后阳光的话是比较直射 然后,当时因为时间比较匆忙 我也没有拍roll 所以,我们只能看后期能能把暗部的一些细节拉回来 那我们现在按Ctrl加Shift加A快捷键 或者上面滤镜 打开Camero 然后,既然它的暗部欠爆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第一件事 就是把曝光拉上去一点 即使这张图的没有明显欠爆 平时我们在批这张图想要批出一种通透感时 也可以试着把曝光调高一些 所以,我们把曝光拉一些 比如说调高0.7 这个时候整张图就亮起来了 暗部呢,也有了更多细节 虽然,虽然我拍的是不是roll 但是,其实暗部拉高之后 这个噪点也在我们接受范围内 曝光拉高之后 我们会看到高光区域呢 显得有一点点过曝的趋势 所以,我们把高光减一点点 其实,技术上来说它没有过曝 但是,看起来会太亮了 有点不舒服 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把暗部 我们再进一步把暗部提亮 把阴影加上一些,比如说加50%左右 然后,这一部分 第一个基础面板我们就先调到这里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曲线面板 曲线面板的话 我们就按惯例调一个这种非常通用的S型曲线 为照片增加一点质感 只要一个非常小的S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和原图对比一下 就比刚才更有了一些质感,对吧 然后,我们进到下一个面板 分离色调的面板 分离色调的话,这个面板是个很神奇的面板 因为你只要稍微调在里面参数 就很容易让照片出一种味道 所以,这边的话 整张图其实还是偏暖的 但是因为是冬天 所以我想让它的高光部分 阴影部分稍微冷一些 所以我们把阴影部分调到偏青色 偏青色,然后饱和度的话 我们激进一些 一般饱和度我不习惯调太高 但是这张图我们激进一些 直接拉到30左右 拉到30之后,大家就会看到整张图明显偏绿了 所以我们要中和一下 所以我们就把高光的色相调到偏红 然后饱和度调成10左右 这样的话,整张图的话就不会那么偏绿 但是阴影部分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阴影中是有一些忧虑的感觉 然后,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光圈 因为我镜头不太好,光圈的话有一点点滤边 所以我们把这边镜头较正拉一下 稍微去除一下滤边 这个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大家都看不出来的 然后,然后裁剪后运影的话达到复始 给照片稍微向上一个有一点点暗的边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幅图 就有了很多的改变 最后我们回到第一个基础面板 因为这张图我们刚刚加了 在阴影中加入了很多青色调 所以我们把色温再进一步拉高 中和一下 对,这样子的话就差不多了 我们这张图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和原图对比一下 最后P出来呢,就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就是大家细纹乐见的猫猫了 那首先这张图的色温是偏暖的 我还是希望把它的色温稍微调冷一些 所以我们把色温调到复始 那事实上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张图的曝光相对来说比较准确 所以我们在其他这些面板 我们都先不做调整 然后在曲线呢 还是按照老样子 拉一个S型曲线出来 当然这个S型要拉的比较的微妙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圆图来看出 然后我们还是先到分离色调的面板 尾印加上一些青色 然后饱和度调成10 这个时候的话我会注意到 图里面的叶子太绿了 所以我会到HSL面板 把绿色和浅绿色的饱和度降低一些 我们凭感觉降一些些 这样的话叶子就没有刚才那么绿 最后我们再在图的边上加个韵影 这个韵影我们加的明显一些-20的参数 这样的话这些面板我们就调完了 但是还有一个最后 也不是最后的步骤 倒数第二个步骤 我们要在图中加一个镜像滤镜 这样可以让猫看起来更亮一些 然后既然我们是要把 突出主体 所以我们基本的调色思路就是 加一点曝光 比如说0.2 然后把阴影提亮一些 把白色变得更明显一些 然后再让清晰度上来一些 这样的话这张图的调色部分就完成了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一些细节 比如说 图的这边有一些垃圾 也不是垃圾 有一些落叶 这些落叶在背景虚化的时候就显得比较杂乱 所以很容易干扰大家的视觉 所以我们用5点修复画笔工具 把它们稍微去除一下 那最后这张图修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倒数第二张图 这张图的话其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张废片了 因为除了构图稍微比较工整之外 其他没有任何亮点 但是我还是要把它救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凑几张图发碰圈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张图的整体特征 整体特征就是平平无奇 除了这颗黄色的应该是银杏树 我们可以做一些文章 那还是按照我刚才说的 不管怎样 先把曝光调高一点点 因为这张图已经够亮了 所以我们只把曝光调高0.1 当然你要想再调高一点也可以 这个其实很多都是平感角色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激进的举动 平时呢我不会建议大家 把这种参数调整的调一下子拉高拉低 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做一个大胆的调整 就是把阴影拉到最高 这样的话大家看到整张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整张图亮起来了很多 变得清爽了一些 然后因为我刚才说的 这棵树很突出 所以我希望让它更突出一些 它的颜色呢很浓郁 因为虽然是冬天了 但它还是带着那种晚秋的细细 所以我们把自然饱和度调高 调到20左右 嗯有些朋友会不喜欢调高饱和度 会喜欢拉低饱和度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干 但是对于这张图我就觉得调高饱和度会更加合适一些 饱和度呢我也拉高了一点点 我拉高到2左右3左右 这个其实就是那种所谓的调和不调没差别 嗯但是走个形式吧 这样大家看一下就和原图区别在这里 然后我们还是按惯例调一个S型曲线 然后我们来到HL上面吧 为了使黄色的树叶更突出一些 我们进一步把黄色的饱和度调高 调到20左右 然后明亮度也调高 比如说我这边拉到15 然后现在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这栋建筑的左下角有一些蓝不蓝绿不绿的可能是板子 但是事实上这种颜色是不太和谐的 也不太好看 我希望整张图主要色调只有两个 就是树叶的黄色和建筑和天的蓝色 这种干净清爽的海蓝色 所以很简单 我们要把这一块的绿色去掉 我们来到色相面板 把浅绿色整个往右拉 拉到最右边 这样的话这一块就变成蓝色了 然后再把它饱和度适当降低一些 这样的话它就变得和谐了很多 同样我们来到分离色调面板 把阴影调成青色 然后饱和度是5 再到镜头校正面板 把紫色拉到最大 刚刚我没有详细解释这个镜头校正是什么用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了 但是这边我还是针对观看我视频的小白观众多啰嗦两句 就是如果我们把图片放得很大 你会发现 因为我的镜头成像效果 没有那么优秀 所以在树叶或者其他图片边缘 物体边缘很容易出现这种紫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紫色数量拉到最大 这个边就没掉了 这样你看起来整张图就会更干净一些 虽然很多时候没有人会把照片放那么大来看 然后对于这张图的裁剪后运营呢 我会倾向于把它调得更深一些 调到-30 虽然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刻意 但是对于这种构图比较对称的建筑摄影 我还是会喜欢把周围加上明显的运营 然后这样还不算完成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张的构图其实没有那么完美 显然这张图片中线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楼的中线还歪掉了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用裁剪工具 首先把它旋转一点点 然后正过来 然后把这边裁掉 这样的话整张图的中线 对 就基本上对齐了 它就非常中正 这张图我们就完成了 批好之后呢 它看起来是这样的 大家看到最后这一张图 这张图和上一张图其实十分类似 就是图片中有一棵黄色树 是一个亮点 除此之外 这张图就没有其他任何优点了 构图也很乱 基本上就是一张废片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刚才这张图的调色思路 对这张图进行调色的话 那看起来应该会是这样的 同样呢 和原图相比 它就显得通透了很多 所以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大家喜欢 请多多三连支持 或者发一条弹幕 这对我十分重要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 或希望我在下期视频中教学的内容 也欢迎在弹幕或评论中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